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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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是的 太久了 受到疫情影響 原本被禁止開放的 運動場館和健身房 在今天終於有條件為解封 讓小運動的民眾 可以盡情端領肌肉 揮灑汗水 期待很久了 對 很久了 就自己在家裡 都簡單的運動 對 只能這樣子 有多少人都有擔心嗎 有擔心嗎 有擔心嗎 那是必須人種 所以特別可以找找嗎 要的 像今天就是 很久沒有來運動 今天來試試看 各大健身場館業者 這次也配合中央的防疫指引 融流能數降到25% 像這家健身場館 總評數1,200坪 原本可以容納1,000人進場運動 配合為解封相關指引 只開放250名會員進場 場內游泳池、散溫卵、鱗浴間 依照指引不都要開放 業者也持之200萬元 採購5,000劑快篩四劑 也一規定 正面健身房的教練 團克老師進行篩檢 每個場館 也準備一組防疫消毒團隊 隨時隨地進行器材消毒 不管是使用前使用後 都可以使用我們的自助消毒站 然後自行消毒 這是一個 那另外我們有防疫消毒團隊 這是我們另外增設的人力 它是全時段一直在消毒 然後針對說平凡使用的區塊去進行清消 那當然一看到有人使用完畢 它可能清消完之後 它會再做一次 我覺得基本的消毒準備做好就好了 不會特別害怕 就是消毒那些都做得不錯 然後場內設施都有做到位 台北市體育局也在昨天宣布 12行程區運動中心 將在7月16號開放 大同運動中心 因為準備進度超前 趕在今天為解封第一天搶先開放 也吸引不少熱愛民眾進場 他們為了運動也做好自身的盲目 會長一點點 所以這個防疫措施 也要做很多人在我們 除了動態的運動場館 可以為解封開放使用 民眾喜愛的電影院 故隆博物館、美術館等餐館 也在今天有條件為解封 尤其電影部分 最近有半衛系列 黑管部槍狼片即將上映 電影院以開放為解封 就吸引半衛迷跑到電影院 搶購手印門票 過去半衛系列手印門票 幾乎是一票籃球 不過這次手印門票 還是受到疫情影響 並沒有如過去般的樂弱 我有看他們大概每一聽 大概就是100個位置以內 你說已經至少賣了50個以上 差不多 看起來至少有30、40個跑不掉 算少 通常漫威在第一時間就會全賣光 這次電影院為解封 是有條件進行開放 包括座位採、田花座 進入電影院全程都要佩戴口罩 也不可以在電影院內飲食吃東西 對電影名而言也是種考驗 因為畢竟電影很長 需要喝點飲料或是喝點水 但是可能目前都沒辦法 可能要自己先做好功課 準備好身體狀況之後再進去看 不過並不是每一位電影迷 在未解封之後 因為冒著風險 進場觀看電影 由影迷原本在解封前 就遇過好完命關頭9的電影票 考量進場觀看電影還是有風險 還是趕到電影院進行退票 對那個完命關頭 之前完命關頭的電影票 原則上來未解封 就算未解封 我也不會再進 等整個解封之後 等情況比較好一點 我再看一次 就要再進去看進去 國王博物館和美術館部分 在未解封有條件開放下 這次採訪如預約開放 入館得配合量測體溫 手部消毒 並採實鏈置登記 參觀全程得配戴口罩 保持1.5公尺色藥距離 禁止飲食 民眾邊防疫邊期待進場的心情 可以說是一語言表 我們好幾年沒來了 我們昨天還是前天 就趕快上網搶這個預約 我想最主要還是 想看看故宮的一些文物 再回味一下 戴口罩啊 清洗手啊 我們身上都帶了酒精啊 保持社交距離 應該就沒有問題吧 這幾個月我們都在家裡 對 所以想說有開放這樣的空間 國務館嘛 然後帶小朋友來參觀 阿弟弟有沒有覺得很高興 很高興 阿多久沒來了 很久了 就一直在家裡 我們在期待中帶著興奮的心情 我們希望呢 盡快開開館 那當然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盡量做到預防 今明兩天的上午下午 全部都客滿了 也就是全部都額滿 那未來幾天呢 也陸續都開放中 不僅國王博物館為解封一樂客板 台北市美術館 目前進行鹽田千村的展覽 開放為解封 也是吸引不少人進場觀賞 不過每個時段只限一個小時 讓觀看的民眾大撲時間太短 有些不太過癮 那因為我後天就要回美國 我就是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是很難得的機會 所以我就等 我就想說你解封我就要過來了 貪官在你小山 所以覺得這樣夠了 還要運 不夠不夠 我通常喜歡就是 一整天在博物館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是 太短的時間 不過也沒有辦法的 因為那個鹽田千村的展覽 其實五月多我就想看了 可是剛好就 現在微解封就趕快過來看 因為想要進去 看誰的展覽 吹冷氣 我就只是沒地方去 吹個冷氣 因為今天去哪都沒開 是